大卫是一位刚从广西科技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的巴基斯坦留学生 并获得郑州大学医学院硕士学位攻读资格 但家庭困难 无法凑齐生活费 大卫差点放弃学习机会 大卫的导师维建格得知后 在一个交流群中号召群友为大卫解决困难 五分钟后群内就下起红包雨 截至8月26号 各个群内已经为巴铁大卫筹集超2.5万元人民币 解决了他暂时的困难 70年前 中巴正式建立了兄弟般的外交关系 中国人将巴基斯坦称呼为巴铁 意为铁哥们 很想来中国看看 了解真实中国的大卫 2012年到上海留学 攻读材料科学硕士 但一心想当医生的他中途放弃上海学业 2016年到广西科技大学医学部 就读临床医学专业 好多年前 我的姐姐乡小孩子 因为说当时医疗条件 甚至 生下小孩20天后 就我姐姐离开人生 那个时候 我就离职学医 大卫讲起他当医生的初中时表示 起初阴差阳错 学了材料科学 所以学医的起步时间比较晚 今年从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的大卫 获得郑州大学医学院硕士学位攻读资格 但家人因疫情失业在家 难以继续资助他在中国完成学业 眼看9月就要开学 他的学费和生活费未能凑齐 让他继续深造的梦想陷入困境 就在他准备放弃时 中国兄弟出手了 大卫的导师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首席急救医学专家 急诊科主任韦建格 得知大卫的困难后 力劝他不要放弃 会尽可能想办法帮助他 并将大卫遇到的困难 发到医院的一个交流群 我18号就在广西科技大学 医护院的急救与健康交流群发出 同时也发表了我们院内的 其他的比较友好的主任 让他们也自助 五分钟开始 红包宇宙一直不断 连续不断 大概我算了一下 从12点半发出到1点45分 一个多小时 都有6000块钱的 不同来源的捐资款 到19号下午完6点钟的时候 都三款拿到了2万块 这时候呢 捐资款已经达200人 捐资时 群友还在红包上 备注了大卫加油 巴铁加油 中巴友谊长存等字样 鼓励大卫继续求学深造 经济上的困难得到缓解 大卫准备前往郑州大学 动身前 他到柳州一间现血屋现血 这时大卫的老师才知道 原来他是BRH阴性熊猫血 以默默坚持现血五年 他们什么时候需要 他们给我电话 救救病人 然后我分享所有的事情 出现血 在生命面前 一切都不重要 我希望通过我的现血 完救更多的生命 让两国人民协业融为一体 成为血脉相连的亲兄弟 除了义务献血外 大卫在上海时 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做义工 在柳州时 常为中巴两国民间交流与合作 当义务翻译 说起未来的计划 大卫已做好打算 我们保着一颗感应的心 考自己的劳动 获得自己的美好生活 不要全靠他人的选择 所以我特别希望 以后我们自私起立 以后如果我们赚到钱 然后我们也希望帮助困难的学生 这样的把爱情传递下来 研究生毕业后 如果条件允许 大卫计划攻读博士 通过不断学习 完成救死扶伤的梦想 大卫表示 他将继续为促进 巴中两国交流合作 贡献自己的力量 努力成为增进 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